你好,感谢你点开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聊电影手册 回到2020年初 除了全球疫情的爆发 电影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5月份 法国电影手册的编辑们集体辞职 在这之前 我零星的买过12本电影手册 基本涵盖了这些年里 比较重大的专题 例如女导演的历史 美国作者电影 2010年代的佳片 《悲惨世界》和同一词特辑 《哥达尔特辑》 《瓦尔达90岁生日特辑》 以及《马丁·西克塞斯特辑》 最后一本就是著名的 2020年4月刊 什么是批评 在这之后 主编《德洛姆时代》的电影手册 虽然终结了 但是对于作者与政治 这两个核心主题的讨论 从手册创立开始被延续至今 未来也继续将和电影评论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法国电影手册的历史 1951到1960年 是电影手册的开创时期 由安德利巴赞开山立派 之后五虎集结 用激烈的文风 反对评论界 对于经典电影 和末片时代的怀旧态度 用电影批评 建立了清晰的审美体系 推崇真实而复杂的场面调度 例如奥逊·威尔斯的电影 和意大利《新鲜主义》的作品 1960年到1968年 是电影手册的变革时期 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先后更换了三位主编 第一个接题八赞 作为主编的是侯迈 他更关注电影 与传统艺术概念之间的联系 导致手册 未能成为法国新浪潮的发声筒 观众逐渐对新浪潮电影的 实验风格感到疲倦 面对变化 李维特接题侯迈 成为新任主编 他主张透过理解 每一部电影的社会环境 来进行评论 政治议题开始被重视 现代哲学体系被引入 例如布莱西特的理论 结构主义 精神分析 人类学 符号学 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 手册的评论体系 逐渐偏离了大众迷影 成为了哲学的实验平台 之后彻底投身 导演事业的李维特 亲定了两位联合主编 让路易斯·科莫利 和让纳伯尼 在这期间 电影手册经历了 自创刊以来最激烈的转变 在内容和形式上对抗审查 反对戴高乐政权下的文化制度 对电影中意识形态的思考 成为了这个时期的核心关注点 1968到1973年 是电影手册的红色时期 1968年2月 发生了著名的 朗格尔瓦被解雇事件 法国电影人们 不分派别的聚在一起 抗议示威 之后五月风暴来临 盖纳电影节被迫中途停办 随后 戈戴尔开始转向了 极端的政治电影创作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手册在两位主编 科莫利和纳伯尼的执掌下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 将电影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 对意识形态的集中审视 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成为了杂志内部的常态 这也意味着 电影手册从50年代 去政治化的迷影月刊 彻底转变成了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刊物 1974到2020年 是电影手册的重塑时期 1974年 最年轻的主编 影评人塞尔日达内上任 达内时代的手册 代表着迷影的回归 反思了红色时代的问题 并回归到电影评论的 本职工作上来 同时也保持了 对政治和世界的敏感度 1981年 达内把手册 交接给自己昔日的副手 塞尔日杜比亚娜 在他的带领下 手册不再只关注法语电影 而是把视野投向全世界 80年代相继推出了 美国制造 香港制造 和苏联制造的特辑 同时关注了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崛起 进入90年代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 手册的经济危机 日益严重 1998年 法国世界报 收购了电影手册 结果这家报业集团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还空降了一位社长 影评人 让米歇尔夫东 在他的主持下 手册开始发行 网络版和多语言版本 可惜这些为了 跟上时代的补救 没能拯救 手册的亏损 这位社长 还与当时的主编 布尔多 在手册的理念 和发展方向上 产生了诸多矛盾 两个人的对峙 导致这一时期的手册 越来越灰色难懂 2009年 电影手册被再度一首 英国出版商费顿 成为了手册的新东家 斯蒂芬·德洛姆 被晋升为主编 一直到被迫辞职之前 德洛姆时代的手册 主张回归本真和率直 发掘电影中 那些激发情感的力量 他认为电影手册 不仅在书写电影 也在书写时代 进而通过书写 来改变这个时代 就像手册 在最初创刊的时候那样 他用辞职来反对 电影制片人 和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 成为手册的新股东 更是拒绝接受 手册向友善和时髦妥协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本手册 就是德洛姆时代 浪漫与情感艰巨的一期 2019年4月刊 花卉 植物和树木特辑 同时 也以此来纪念 2023年3月28日 刚刚离开我们的 版本隆一教授 看过大岛主的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朋友 肯定会记得这一幕 你有没有想过 大卫褒义吃的到底是什么花 电影的故事 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大卫褒义饰演的少校 吃的是一种木槿花 电影手册的编辑 是这样评价的 Jack吞下了红色的木槿花 就如同吞噬了 版本隆一所饰演的 日军军官 视野井的心脏 所以视野井称他为恶魔 在西方木槿花是多情之花 也正是这一点 让日军感到担心 除了木槿花 红色还出现在 日军军官的尖章上 揭示了受制于 太阳和钢铁法则的 日本军官 内心深处 也有着无法抗拒的人的渴望 我们可以想象 在日本武士手册中 有这样一句话 比剑更值得警惕的危险 是会削弱意志的花朵 视野井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Jack也变成一朵花 将他的身体埋在地下 只露出头部 割下一撮头发 就像是摘下一个花瓣 以便之后能够永远地欣赏和崇拜它 接下来一个揭示着血腥的红色花卉 出现在西渔柯柯的电影《燕贼》中 这是一种叫做唐昌普的花 有名剑蓝 名字来自拉丁语 意思是短小的剑 象征着暴力和死亡 在燕贼故事的开端 女主角回到母亲家 惊恐地发现房间里摆着一束红色的剑蓝 瞬间红色侵染到她的脸上 以及整个画面 惊慌失措的玛尼用一束白菊花 一种专门献给死人的花 代替了这束红色的剑蓝 这束积淀死亡的白菊花 似乎象征着玛尼的过往 说完惊悚的花 下面来说说治愈的 如果你也看过阿巴斯的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你一定会记得这朵小雏菊 这个特写只在最后一个镜头中 短短的几秒钟 却令人终生难忘 这朵小雏菊脆弱又娇小 被压在作业本的两页之间 几乎被压扁的她 却传递了最质朴的情感 和无限的生命力 老木匠将她摘下 交给阿哈迈德 像希望的灯塔一样 带给她微光 受弱的阿哈迈德 就如同这朵没人在意的小雏菊 家人和邻居都没时间理她 更不用说帮助她 阿哈迈德带着这朵小雏菊 穿梭在迷宫一样的小巷里 最后一次尝试寻找朋友的家 孤独地度过了狂风席卷的夜晚 最终把她交付到了朋友的手上 阿巴斯用一整部电影唤醒世人 看看这些闪闪发光的孩子们吧 与小书菊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永远朝向太阳的向日葵 她的绽放是如此热烈 以至于你无法忽视她 手册的编辑是这样描述向日葵的 他们就像是人的眼睛组成的田野 黑色的瞳孔永远看向同一个方向 在阿尼斯瓦尔达的电影幸福中 向日葵始终处在画面的前景 背景是一家四口模糊的身影 由于向日葵只朝向太阳的方向 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东西 这象征着一种普遍的自私 即对幸福的向往 对于其他事物不屑一顾 就像电影中那个自私的男人 贪婪的追求着更多的幸福 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正在背离和抛弃自己的家人 说到向日葵 看过花火的朋友 也许记得电影中那只向日葵狮子 拥有白鹤玉眼睛的鲸鱼和猫 蝴蝶兰脑袋的蝙蝠 还有百合花女人 最后还有穿着文心蓝 翩翩起舞的人 曾经有位浪漫主义哲学家说 每一株植物都有着迷惑灵魂的特性 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 文心蓝在花火中给人的感受 画家眼中的花卉交响曲 被这朵魔幻的文心蓝打断 他们相互凝视 仿佛看见彼此的内心 剪辑的节奏也在这里被暂停 文心蓝独特的存在 抵消了画家心中所有的灵感 独占了白色画布 最后两个轻盈的身影 生长在画布上 永远地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关于更多电影中花卉的名场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我们赶紧进入下一个部分 电影中的植物和树木 竹子绝对是我们在亚洲电影中 最常见的植物 无论是胡金泉的侠女 还是李安的卧虎藏龙 而首册的编辑说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竹林场景 要数高口歼二 1954年的黑白电影 山交大夫 安寿为了让哥哥逃脱奴役 选择了自我牺牲 这里的镜头 被茂盛的竹叶遮挡 兄妹两人 从此阴阳相隔 日后 当哥哥回到妹妹死去的地方 这一次 湖面风平浪静 画面中只剩下了竹子的枝干 哥哥的背影 就如同这一颗颗 坚韧笔直的竹子 他更加坚强了 成为了竹中之竹 蕨泪是一种神秘的植物 一生不开花 不结果 通过包子进行繁殖 在反基督者中 威廉达夫实验的角色 先后两次渗陷在一片 绝类植物中 仿佛他早已迷失方向 预示着恐怖的事情即将降临 导演拉斯丰提尔说 绝类植物是萨满和巫师 让人产生幻象的关键道具 在神话的维度 绝类植物更是地狱复仇女神 厄利涅斯的化身 绝类植物像谜一样的繁衍 扩散 如同恐怖的气氛 在不知觉中笼罩着我们 在那些影史的名场面里 树木也是重要的角色之一 在伯格曼的处女拳中 如果没有这棵山坡上的小树 我们就无法目睹 这场人与上帝之间的搏斗 这是一种在北欧很常见的画目 优雅 纤细 笔直 在塔克夫斯基的长篇处女作 《一万的童年》中 马莎靠在一棵白花树上 黑色的眼眸如同树干上的眼睛 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无限镜像 让军官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说到电影中的树木 肯定少不了日本电影里的樱花树 樱花与武士的对照 已经是不言自明的象征 他们的生命转身即逝 在死后达到审美的巅峰 在《大刀主》的电影《欲法度》中 伟雅武饰演的武士 用剑砍下樱花树的枝条 这是一次对美的亵渎 如同武士道德毁灭 在《三位言刺》导演的展中 男主角用樱花树枝代替了剑 当他把树枝对准了敌人的喉咙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樱花树 与樱花相反的是日本的春山茶 主要盛开在冬季 并且花期很长 从12月到来年的3月份 一整个冬天 你都可以在日本的寺庙 和寻常的百姓家中 见到春山茶 在黑泽民的《春三十郎》中 三川闽郎饰演的武士 以春山茶为自己命名 为这位愤世嫉俗的浪人 添加了不少浪漫色彩 为了让镜头中的红色山茶 开得更盛 黑泽民甚至要求剧组 把山茶花涂黑 当无数白色的山茶花 被投入溪流中 不仅送来了进攻的消息 更是美景与胜利的丰收时刻 说完欧洲和日本的树木 让我们回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这里有着一片天然的红木公园 在喜剧客客的《迷魂记》里 两位主角就在这里参观了一刻 据说有着2000年历史的巨大年轮 红海山如此高大 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人类的寿命和它相比 是如此的短暂 所以红海山也是时间直属 女主角马德林 使而消失在巨大的树干背后 仿佛消失在时间的森林中 被红海山所吞噬 就像它的真实身份在隐藏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在美国的洛杉矶 棕榈树就像天使一样 在无风的天空中一动不动 注视着脚下的梦想家们 充满希望又陷入绝望 在大卫林奇的电影《木赫兰道》中 女主角像仰望星空一样 望向布满棕榈树的天空 大大小小的棕榈树 犹如烟花一般在它身上绽放 如同这个美丽的生命 绽放的同时也即将消失 以上提及的电影 只是电影手册《花草树木》专题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能让大家因为某种植物 对一部电影产生兴趣 或者因为一部电影 喜欢上某种花草树木 也不失为一种缘分 更多就留给大家留言分享啦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 值得被反复观看 我是小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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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